余湘泉和老婆柔柔在上個月 迎來他們第一個寶寶小元寶的出生 這才剛從月子中心回家沒幾天 夫妻倆就出來上班 聊到女兒真的是怎麼說都說不完 他就一直要我扮黑臉 然後他當白臉 Yeah! Of course 我不能當黑臉 因為他覺得那個小元寶現在就已經感覺 比較喜歡我沒有那麼喜歡他 就是我抱小元寶的時候他就很安心 然後就一直這樣看我還就一直笑 然後我抱他這樣 翻白眼你知道嗎 他頭在那邊轉 對 想要退你那樣看我 真的啊 十幾歲 十幾天在那邊翻白 翻我白眼 什麼意思啊 他就一直教小元寶 嫁公嫁公 我爸其實很疼他 他早上過來房間看他了 所以你這個腿有點內包 然後小元寶就 蛤 然後我抱就沒有啦沒有啦 就趕快跑出去 沒有內包 而且連阿公都不太敢抽菸 小元寶在他都 就是忍住都不抽菸 然後就一直拿水果吃 這兩天就一直待在家嗎 有啊 他這裡天都一直待在家 就是照顧小元寶 然後就是半夜他也是馬上衝出來 就小元寶一哭 他就馬上衝出來 然後就一直抱著他 他就會抱著 然後我爸還說 欸不要咬他剛吃飽啦 然後我媽就這樣抱著 我沒有咬啊 沒有啊 是他自己身體在咬 然後我沒有咬啊 對 像我怎麼覺得像半夜還在哪 像那個阿嬤 像我啦 上半部 像我 精緻版的我 精緻版 就是比較漂亮的我 也是這樣 嗯 我覺得有時候我會比較白目 我一次就是這樣摸他 我看 開玩笑的這樣 欸 你也很厚實耶 他說我的背很雄厚 厚實厚實 我說厚實 我是開玩笑的 我是開玩笑的 他一天都不好笑 他就說 真的超級不好笑的啊 然後他就抱著 啪啦 那個啊 就吹下來 變成那個啊 然後他說 喔你這樣子要怎麼瘦下來 我就覺得沒有啦 我就覺得他這樣比較好看 所以老師 你明明在那邊說 什麼背很雄厚 然後怎麼樣 厚實 你是說熊厚 厚實跟熊厚 這兩個形容詞 有差的蠻遠的 熊厚就有點過分 目前 還好欸 沒有去想到這一方面 叮 好像是熊厚 有跟親近 對對 叮 可以的 可以的